31 東方日報 強詞有理 陰謀論滿天飛 2015年7月10日龍門鎮A32強詞有理曾經立中國股市暴漲暴跌 遠遠超出市場正常行為 因此引起諸多猜測 陰謀論滿天飛 有人認為是國際大鱷所謂 他們做空中國股市 目的不僅僅是為了獲利 而且是為了令中國經濟崩潰 具有更深層的政治目的 這話聽起來很嚇人 也確實是某些西方國家最想見到的結果 中國崩潰論歷久不須正視這個道理 問題是 中國股市並沒有全面對外開放 外資所佔比例微不足道 國際大鱷即使想輕風作浪 也未必有機會吧 還有另一種說法時 國內企圖阻止改革的既得利益集團在任中搞鬼 相對於國際大鱷造空論 這種說法顯然比較靠譜 在第五代全力反腐之下 既得利益集團眼看同火一個個倒下 難免有吐死狐悲之感 他們不想再以待斃 必然要垂死掙扎 而搞亂股市 破壞經濟 製造矛盾 挑起民怨 正是最好的反撲手段 從目前情況看 他們已經達到初步目的 起碼已經轉移整個社會的焦點 將第五代置於民怨的風口浪尖 所以說 政治工作是一切經濟工作的生命線 中國股市問題不止是金融和經濟問題 而且是社會和政治問題 處理得不好 多年來的改革和反腐成果固然毀於一旦 第五代執政地位恐怕也岌岌可危 相對於反腐 穩定金融市場的難度有過之而無不及 陳敬立 史詞 通知 左進來的 史詞 被深深深深誇